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溫泉蛋 我是今天部溫泉蛋主持人小白 耶 最近呢 除了溫泉蛋很紅之外呢 我也發了我的三首單曲 那最新這首呢 是一個悲傷的抒情歌 看一下我今天很悲傷吧 那我這首歌呢 其實會講一些就是 女生的失落跟期待的心情 那我唱歌給你們聽 為什麼你都不來問問我 人間時的機會都沒有給我 你休談了吧 你是誰啊 怎樣 你今天最近發了什麼 新單曲是不是 新單曲 會唱嗎 我不會啊 好 沒關係 我已經知道了 就是很包 我跟你說 那你今天就幫我一起主持 那你知道今天邀請誰嗎 今天要怎麼跟你們說 厲害不得了了 啦啦隊的新女神 喔 新女神 沒錯 而且其中有一個長得像以前團圓 然後另外一位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本人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本人 而且我覺得她腿好小 我嚇到 因為我看她照片的時候 我以為她是小小隻的那種 但是她年輕好像真的小小的 妳帶她十歲 那妳就二十歲 直接歡迎米卡還有劉劉喔 可以先問妳櫃根嗎 我 二十四的 其實她沒有很小啦 好 我沒有很小 妳知道她帶妳二十歲嗎 她已經四十四了 怎麼可能 三十四有嗎 三十三 喔 三十三 她差不多九歲耶 可不可以討論我的年紀 今天要好好來介紹她們兩個 因為米卡是其實 我之前有跟她一起合作過 而且她是我們今年的學妹 對 而且我跟你們說 她是我們樂天的學妹 但是我還沒有跟她上過班 對 妳們都笑她對不對 但她雖然在球場上沒有看到她 但是我們每個禮拜排練都有來不像是 但是我那個燕桌有過來 另外一種排練 我覺得妳當然超認真 我那時候大家覺得 喔 學姊好認真喔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很多應援曲 雖然還沒有上班 但是其實很久在練 大家用心期待一下好不好 對 期待一下 因為我們上網查那個圍基百科 欸 沒有欸 沒有 對 所以妳要不要先 就是叫大家來創立一下 我是米卡 然後綽號米卡燈 米卡燈 對阿 為什麼要有個燈 對阿 為什麼要有個燈 因為我以前經濟啊 對 所以有一群學長 所以那時候他們覺得我 用一個太可愛的名字 他們受不了 他們會覺得 你到底在給我裝什麼 加一個燈會比較不可愛嗎 因為米卡燈是一個壞人 就變形金剛裡面是反派 所以他們覺得就是可愛不屬於我 所以妳私底下是比較Man的 大型 生日 生日什麼時候 8月21 生日就多 耶 我們好多獅子座 獅子座確實是比較大啦啦跟火鍋的 鞋型 A型 就是比較執著 比較執著 可能很想完成一件事 就很努力的 妳是球型啊 我O型啊 O型就是比較大啦啦 很樂觀啊 很興趣呢 興趣 興趣 跳舞 唱歌 競技拉隊 滑板 欸 我跟你講 她那個競技拉隊很厲害 是認真這樣拋來拋去 拋來拋去的這種 而且我出國比賽過 臉是像國手 有代表國家出去 哇 哇 前幾天有看到她 發一個那個 那個 滑板超強的 真的假的 你知道我是會覺得 滑板的女生 很有魅力 很帥欸 我發現滑板 很多女生喜歡看的 我很喜歡看的 我就是反而喜歡看我滑板 那三圍最重要的 三圍 3 2 小滴 然後 大滴了 謙虛 然後 2 4 3 4 身高幾公分 156 156而已 她偏小隻喔 那有人說過妳很像誰嗎 有 有像嗎 妳自己覺得像嗎 我被講過蠻多次的 真的假的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 我以為是那個姿勢 真的蠻小的 有被說 男生女生都有 而且她也長得很像他們的其中一個團員 那個 彤彤肉肉 也很像 真的而且有個短髮 然後她也很像那個 我們在前一個樂天團員 林安 以前叫宣靈 我怎麼像K 妳叫超多人的耶 好厲害喔 我來拆開來看 但是我覺得 更認識她個性之後 反而覺得她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就換柳柳了 好 自我介紹 嗨大家好 我叫劉柳 我還覺得這個 故意裝嗎 還是妳本來就這樣 裝什麼 誰嗎 沒有 沒有 沒有欸 可是我不熟的時候 本來就會比較 比較那個 妳是很可愛喔 讓我私底下跟他們其實也蠻自障的 真的假的 就是 做一些蠻丟臉的事情 那妳生是什麼時候 十月十一 天秤啊 天秤啊 天秤就是 嗨咖 就是我只是不熟的時候會比較 那等一下就好 對對對 等一下熟了就好 十個鐘過後 三尾三尾 三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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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 166 可是妳看起來更高耶 因為腿好強 妳腿比力超好 應該比菲菲長耶 我之前胖的時候就會看起來很巨大 妳有胖過嗎 妳打他 等一下 我去年有騎手選過樂天 然後也到決賽 結果 但是我那時候比現在胖10公斤 是我們沒有演過 對啊 愛小天怎麼沒選啊 都是妳啊 恭喜大家 那來問一個最緊張的問題 怎麼會想來樂天呢 不 因為 我本身 再神不好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就是我其實本身 就非常喜歡樂天的整個氛圍 跟很嚮往 挑戰自己人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樂天就是 天花板 哦 媽媽在天花板 真的 我想問一下劉劉是 初到幾年啊 我是今年才剛加入啦 所以算是很 那妳加入之前是做相關的嗎 原本是在跳芭蕾的 跳芭蕾了 對 其實有點像 難怪那麼柔 是不是跳芭蕾 腿都會比較長嗎 因為都會一直拉筋 然後伸長 可是腿 我之前腿很壯 跳芭蕾真的會很幽密 那小腿肌就會真的很大一包 那妳也可以就是 腿抬到頭上的那一種 可以 妳是不是也可以 我可以看嗎 現在嗎 可以嗎 你們兩位 可以 這樣做都想看 芭蕾腿 芭蕾腿 小心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還會看芭蕾腿 你的泳光好好看喔 對啊 這個就會剪成那個綠油紙了 哇 哇 跌倒了自己的流量 我們兩個來挑戰 我們兩個來挑戰 我來挑戰 我腳超硬 可以 可以 太綠了 換妳 最輸的人家要懲罰 最會懲罰啥 我以後不會輸 欸 欸 欸妳也蠻厲害的欸 超厲害的欸 那妳要懲罰欸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應該差不多啦 因為她的屁股很有肉 我剛剛就想說 欸妳的屁股很好看 為什麼要到底 為什麼要戴綠王 怕大家擺錯重點 重點 重點就是那個 重點就是那個 其實我以前沒有覺得屁股 屁股太肉 我是不敢這樣子 妳先脫掉啦 就是 問男生 欸男生 要脫掉的舉手 好 除不舉手 哈哈哈 哇 欸她的屁股 好帥欸 妳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她的屁股是真的超美的 很漂亮欸 而且是 是女生會喜歡的 好想拉開喔 我要留 喔 我要留到水了 Oh My God OK嗎 很好看 很好看 那有人會說 第一次什麼時候 哈哈 第一次應援啊 第一次應援 第一次應援 第一次應援吧 喔 那第一次坐在場的時候 哈哈哈 哈哈 大一還大二 大一 好小喔 很小喔 那米卡呢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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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也18歲了啦 那第一次在哪裡 就在她家 然後她媽媽不在家的時候 有沒有壞牆地想要去哪裡 可能就是 什麼 樓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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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老舊的啦 新的 那樓梯間是為什麼 緊張感 緊張感 就是要被人家公開的那種 沒有啊 你就說有人 然後就算你拍子 然後又不行 沒有 那是在刺激人 那劉劉呢 劉劉第一次在 而且忘記是我家還是她家 反正就是家裡 對家裡 有沒有幻想最想要的地方 是在哪裡 她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應該我只有想到 陽台 因為很多新聞報 不小心拍到誰 喔 就想試試看 對面的鄰居 對啊 對 所以你那個玻璃 要有點那個 暗暗的那種 那你有換過其他妝嗎 有護士啊 會 真的嗎 所以你是有喜歡換 護士警察 她真的超級私所 可能我自己也覺得 超漂亮啊 也是不是醜的 比較有感覺 對啊 她喜歡上海下 我喜歡 憲 我也是喜歡下 對新學妹我真的不敢講 而且我一直很痛快 什麼時候要幫你啊 對 妳知道後面有什麼作品 寫真集 都還沒 妳講過寫真嗎 沒有 妳好適合喔 妳講完這一集之後 妳就會寫真給我 警察 喔 對 所以我的寫真是職業師 各種師 對 我覺得妳很適合出寫真 未來可以考慮 對 那妳對未來想要發展嗎 它是廣告的 對廣告點 可是我很上鏡欸 怎麼會 妳又開了 沒有沒有 我自己的 一定要選的話是演戲吧 演戲 哪有什麼樣類型 偶像劇 那妳有沒有欣賞藝人 然後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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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類的 女士少年 沒有欸 女艦型 沒有欸 我好像不在最新 沈玉琳 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偶像 我會笑到 啊 啊 我會笑 咬下去 它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我很喜歡 倒笑的人 我喜歡吳宗憲那種吧 憲哥那種 就是幽默 在那裡喔 反應很快的 對對對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玩遊戲囉 另外三個人拿那個毛筆掃養他 像是要這樣子咬著喔 看誰會掉下來啊 好 準備計時 開始 他為什麼不會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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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癢啊 還想這樣 加速快點 快點 幾秒了 幾秒了 一分九 一分十秒 換你的咧 還要每秒 欸我超快啊 開始 開始 他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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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秒 我腳 腳底子真的不行耶 他很剪 他給我用手 抓住我 計時 開始 6秒 6秒 大概中了 計時 開始 5秒 5秒 快快快 6秒 26秒 來喔 懲罰時間 3 2 1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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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喔 那我們接下來最後時間讓小凡先 先宣傳好了 有6千好了 有6千 我在讓你來直播 IG606472 那你的IG Y-U-S-Y-N-D-I 演出 有嗎 沒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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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a 6千出場的時候大家多支持我就好了 都支持 好小白就不用了 最近最後我的第三首呢 北詳情的問 在各大音樂片都上架了 然後在我Youtube也有自己做的動態的歌詞 還有前兩首歌呢大家也可以去聽聽 就是小凡跟沒有Sunday 希望大家會喜歡 有什麼禮物想要送給大家 有 小凡 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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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講是不是 對 蛤 有人要留什麼 誰吃香蕉最好看 我覺得劉柳吃香蕉最好看 我覺得Mika Mika吃香蕉最好看 好 然後就有機會可以抽到Mika跟劉柳的禮物 那盡量都是選他們兩位啦 因為上兩位送而已 還是小凡有禮物要送嗎 沒有 好啦那我們就謝謝劉柳跟Mika 謝謝大家 下次見 可愛的買起來 掰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